剛才給我們說明的劉安廷董事長 還有爸爸媽媽前生 翁張良縣長 還有松校長 還有在場所有的好朋友 尤其是兩位非常辛苦的一把尾 竹热天機來穿西裝 給他們拍手一張 五二嶺以後我休息了一個月 我覺得日子蠻好過的 但是好像外面還有一些事值得我去關心 這個一個月剛好有機會跟安廷坐下來吃便當聊天 安廷說在2012年選總統失敗以後 我設了一個基金會叫小英教育基金會 那時候我有跟安廷有談過 那我是覺得看起來講話聲音很小聲 看起來很柔弱的女生 她可以堅持到什麼程度 她堅持到現在 而且還越做越堅韌 那我是會給安廷 那我想在這個創新教育的領域 這條路上確實是一個很難的一條路 除了我們要找出一條創新的路 而且是有用的創新的路之餘 我們還要說服社會大同學 其實爸爸媽媽還有整個教育系統 大家一起願意接受 我相信這應該是一個最困難的事情 這也某一種程度反映在我們 雙語國家政策裡面有出現過一樣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就不做 反而是我們要繼續的做下去 結果我做了八年之後回來發現 他們還要再繼續留意當中 那不僅是他們繼續留意當中 而且他們已經有成績了 這一點我真的要謝謝翁章梁縣長 因為我今天到了這裡才知道 我要滑入香港公教梁縣長 以前我覺得他在選舉場數上是很有威力的 沒想到他在教育這件事情上是走在最前端的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掌握 因為他不僅是他個人接受載親教育的觀念 更重要的是他願意去執行他 也他願意去克服困難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既然謝了他就要謝一下他的師父 他願意去克服了陳明文 委員 他願意去克服了 那現在我們也有長期耕耘在創新領域的好朋友之外 那我也想跟各位講一下 我自己的經驗 我第一次接觸到 而且有一種很不一樣的感覺 是我跟桃園國小的關係 因為在2012年我們跟台東的桃園國小 有一連串的合作計畫 我真的感受非常震撼的是 我有一次到一個原住民學生的教室裡面 我發現他們全部都在線上學習 而且以英文學習數學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震撼 就是說這些小朋友可以克服他們 他們在英語上面的困難 同時他就去學了數學 那我想就是說 既然我們五年級的原住民的小朋友做得到 我相信只要我們假的事 我們應該把這些其他 包括其他創新的教訓方法 都可以持續地擴展開了 那這個事情需要政府的政策 也需要政府的精緻 但是這些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執行的人 他也沒有這個意志力去克服困難 那這就是為什麼 我對於在這幾年來持續 欺而不捨 混到困難 都不會放棄的我們這一群夥伴 我真的要說謝謝你們堅持 謝謝你們替台灣走出一條創新教育的路 但是我們也要謝謝家長 願意把小朋友放到這個創新教育的領域來受教育 那現在每個小孩都是非常珍貴的 我們都希望給他最好的教育 也希望他將來能夠出人同地 也希望將來就像縣長講的 能夠持續的將台灣現在已經成就 可以繼續而且更加的成功 那所以每一個小朋友的教育 應該都是每一位家長 他心裡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這個問題是說 是否重要的事情 你願意去承擔一個風險 讓他去接受一個創新的教育過程 這些家長是要有一些勇氣的 所以我們也給這些家長的言言 給他們一份 那剛剛我們在參訪 各位可以看到 不僅校園的布置跟規劃都非常有特色 在教育的現場上看到 年輕的老師的創新教育 也基於學生多元的樣貌 也是有的 或者老師是來自於我們階級的系統 在這裡 學生跟老師 彼此是雙向的互動 不動過很長時間的老師 我的感覺就是老師在台上不同的講 學生就看各自的能力能夠吸收多少 那就是教育 可是今天的教育是不一樣的 老師跟學生是一起在學習的 也就是說老師試圖把知識 把很多想問題的方法告訴學生的同時 因為老師自己也在想說 我要用什麼樣最有效的方法把我要交通文記交出去 這個對老師來講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所以我相信這個創新教學的過程 學生要很勇敢的承受對新的教育方式 這個家長也願意承受這個風險 更重要的是老師也願意改變 而且去改變自己 可以創造出來一個新的教育環境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老師是反對這些創新的教學方式 但是這個過程也必然艱辛 但是當它成功的時候 對臺灣未來世代的教育 因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在我們嘉義這個地方 尤其是我們一些地方是屬於比較遼遠的地方 也能夠在遼遠的比較平常的地方開花結合 那真的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功在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雖然我現在不是總統 但是我可以幫忙的可以做到的 我們會一起跟大家一起鼓勵 謝謝